这个小孩有点狠 刚出生就长了一缕俏皮的小胡子 老爸伸手去摸他 结果 老爸想把他的胡子剃掉 可胡子瞬间再生 家人只好带他去看医生 医生说除了胡子 其他都挺正常 为了捡皮球 他轻松把车抬了起来 上学后他用千里眼在考场作弊 没想到用力过猛 帮女同学荡球间 小姑娘抱怨他力度从心 在学校踢足球 完全成了他的个人秀 最后一脚连人带球送入车门 老爸在场外直挠头 他叫阿洛 从小就与众不同 身边的人都不爱和他玩 老爸告诉他 在外面要装作一个正常人 阿洛虽然很不服气 但还是礼貌地关上了车门 十岁生日那天 没有一个朋友来参加他的生日会 阿洛许下一个心愿 立志做一个普通人 渐渐地阿洛长大成人 在外人面前他就是一个废柴 只有没人的时候 他才会偷偷使用自己的能力 这天阿洛发现大学暗恋的女神 居然和他在一家公司 他高兴极了 他找到机会和女神聊天 女神说想喝冰水 这对阿洛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他就地取材自制了冰块 下班后阿洛故意跑到地铁站 和女神偶遇约他一起吃饭 没想到好好的饭局 被一群混混打扰 女神温柔地警告对方 混混骂他是老太婆 女神一听就火了 直接上去开干 还挑衅说身边的男人能一打五 结果阿洛被人一个指头推倒在地 看着女神失望的表情 他也只能强忍怒火 阿洛生无可恋地坐在地铁站发呆 就在这时 地铁出现突发事故 列车的制动系统失控 从他眼前飞速驶过 阿洛看着对面的广告牌 他决定自己不能再低调下去了 地铁刹车失灵 一场重大事故即将爆发 只见阿洛一个剑步 朝着列车冲了过去 为了安抚乘客的情绪 阿洛还顺便跟他们打了个招呼 他加速跑到列车前面 摆好姿势准备拦截 司机都看傻了 这来地铁碰瓷的还是头一回见 眼看无法阻止列车 阿洛只好先跑到终点站 他敲开消防栓 用消防水袋做了一个临时制动装置 终于成功将列车拦住 无论如何 一场危机总算解除 阿洛借了顶帽子 偷偷溜出了现场 但他没想到 这次地铁事件还是让他的身份暴露 盯上他的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女老板 这天在公交车上突然一连串的声音在阿洛的脑中呼唤 随着脑海中的声音 他来到一间大厦 见到了女老板 女老板告诉阿洛 你之所以这么厉害 是因为你是一个外星人 阿洛根本不信 他转身就要走 却被一群人给团团围住 这群人哪里是阿洛的对手 他随意地几个转身和弯腰 就把好几个人给撂倒 然后一装整齐地离开了现场 但女老板也发现了他的弱点 正是阿洛心爱的女神 一场阴谋正在悄悄酝酿 另一边 阿洛回到老家 找到自己的父母 询问他的身世 老两口坚定地说 你是我们视如己出的亲儿子 一番逼问后 眼看瞒不住了 父母只好带他来到仓库 给他展示出一个飞行器 阿洛上前用手一摸 竟然蹦出一个老头的全息影像 原来阿洛真的是外星人 因为他的能力太强 刚出生就被坏蛋盯上 为了保护他 父母只好把阿洛送到地球 坏蛋也派出自己的女儿去追 没想到 阿洛的飞船和卫星相撞 偏离了航线 调到了西班牙 而坏人的女儿去到美国 就是现在科技公司的女老板 这就是他要抓阿洛的原因 此时 老妈在飞船里发现一块布料 她准备给阿洛做一件战袍 阿洛看着傻不忽的衣服 表示打死也不会穿 穿上战袍后 阿洛一不小心还解锁了新技能 毕竟是第一次飞行 她直接就干到了太平洋 经过多次询问才找到回家的路 这天 女神突然找上了门 暗恋的女神突然来访 而且上来就是一个热闻 还没等阿洛的荷尔蒙反应 女神又一拳将她击倒 然后直接就把她扔到了楼下 原来这个女神 是女老板制造的战斗机器人 阿洛决定变身超人引战 还没等换好战袍 机器人对着脸就是一拳 然后又将阿洛打飞 慌乱中 阿洛拿起平底锅抵挡伤害 老妈健壮也加入了战斗 结果被机器人一把给拎了起来 阿洛趁机拿起一旁的金华火腿 一击爆头 她知道女神有危险 赶忙找到了女神 阿洛向女神坦言自己是个超人 可女神根本不信 阿洛无奈只好展示一下飞行技能 没想到 被当地的超级英雄给一把拉住 这帮人以为阿洛是来抢生意的 就在双方纠缠时 女神被抓走了 阿洛再次收到脑波信号 她来到上次的大厦 看到女神和好友都被绑了起来 正当阿洛要解救女神时 突然脑中出现强烈的电流声 原来阿洛也并非无敌 因为她没有给力哥点赞 但主角光环依旧存在 她艰难地用激光眼 在墙上滋出一个大洞 带着女神和好友逃了出去 另一边 女老板的坏蛋老爹也抵达地球 女老板带着她去看自己的战利品 结果房间里空无一人 老爹认为女儿撒谎 对着女老板就是一顿狂横 忍无可忍的女老板当场就进了笑 接着她坐上老爹的宝座 当起了老大 然后杀到了阿洛的家中 她轻轻按下按钮 宝座瞬间鸟枪换炮 变成了一个巨型机甲 举起左臂的特大号吸尘器 直接把阿洛的老爸给吸了进去 然后对着阿洛就是一顿暴击 阿洛毫无还手之力 随后又将阿洛一把甩飞 没想到竟然把她甩到了 正在比赛的球场 阿洛趁机拆掉了诺坎普的球网 飞回家中 结果球网仍歪套中了老妈 母亲也被机甲给吸走 阿洛也被机甲一脚给拥在了地上 就在关键时刻 阿洛被女神的呼声寒醒 潜力终于爆发 先是弄断了机甲的一只手臂 之后又对着挡风玻璃 吹了一口冷气 冻住所有的控制系统 最后她轻轻一推 机甲倒在了泳池中 家人成功得救 女老板被带回了外星球 阿洛安排了替身去孝敬自己的亲生父母 从此 阿洛在地球上和女神过起了没修没骚的生活 好了 我是利哥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